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了好吃的家常油饼 颜色好看,柔软又多层 做法超简单 喜欢吃家常饼,不会做的 可以跟着海军这个视频一起动手来做哟 盆中准备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50-360克的温水 温度在35-40度左右 边倒边搅拌 水不要一下倒入面粉桩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 角质面盆的底部一点干粉都没有 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下手揉成团 这个烙饼的面糊的软 刚开始揉的时候有些粘手 只要成团即可 盖上盖子想成10分钟 过几分钟以后 撒上少许的面粉 进行二次揉面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成40分钟到一个小时 来制作一个油酥 瓦中放入两小勺的面粉 加入烧好的热油 混合均匀 调成一个稀油酥晾凉备用 按板上撒干面粉 取出馨出好的面团 整理一下面团 不需要揉搓 整理成长条状 这一步很关键 千万不要揉面 揉面会起筋 烙出饼就发硬了 分成均等的三大份面剂子 然后我们把每一块面剂子 用外向里给它叠加均匀 整理成这样椭圆形的面剂子 直接搓成长条状 接下来我们把揉着好的长条面剂 直接擀开 擀成长条状 一边稍微宽一点 另一边稍微窄一些 拎上我们制作好的油酥 把油酥涂抹均匀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撒一点盐 然后从一边给它叠向另一边 两边给它捏一眼紧 封口叠加过来 整理一下 一个面剂子就制作完成了 叠加好的面剂子 盖上保鲜膜 饧上五分钟 取过一份饧着好的面剂子 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用擀面杖直接擀开 擀制的时候要匀劲擀开 擀成这种圆形大饼状 想让它层次好 擀得不要太薄 稍微有点厚度 饼锅提前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以后放入打饼 饼的表面也淋点油 锁住里面的水 饼的底部微微上色 给饼翻面 另一边少了一点油 另一边变色再次翻面 烙着饼的两面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出锅 这样制作的家常饼 整体手法简单 步骤简单 咱们切开里面看一下层次 看一下里面一层一层的层次丰富 都是这样的小薄层 在家学会这个简单做法 一点不比外面买的差 还见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